大家好,这里是千锋考成员大数据,我是梁书 我们之前操作的P处理以及流失处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种两种处理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区别呢,还是比较大的 就基于这个大码层面来说 流失处理,那你想一下,回想一下 我们操作的这个初始化的对象是不是就是Stream Environment Streaming Execution Environment这么一个对象呀 你还记得吧 那P处理呢,我们刚刚操作完 是Execution Environment这么一个对象 你看他们是不一样的,对象的不一样 那返回类型,它也不一样 流失处理返回类型,当然是Streaming了 我们叫DateStreaming 那P处理返回的类型是DateSet 那我们刚才操作的,你可以这样的观察一下 在这儿,那你看它返回的这个过程 返回的是在这儿吧 在这儿返回,那你看它就是个DateSet吧 那虽然它这儿是一个写的Aggregate DateSet 那你看它的复类啊,这儿没有把圆端下的一样了 它的复类什么呢,复类你看它就是DateSet吧 是这样的吧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那流失处理和P处理 它们之间呢 初始化的用的这个对象也不一样 返回的类型也不一样 那还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个重要的区别是指的是应用场景 那流失处理应用的场景是什么呢 一般是对整个这个数据的处理的这种 对数据处理的这个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呢 它用的是Streaming比较多 流失处理比较多 因为呢,来一点数据我就要处理一下 来一点数据呢,再处理一下 那中间是没有 如果要是资源够的情况下 中间是没有积压的 那这样的情况是实时性比较高 那另外呢,P处理 P处理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是主要是应用在 我需要将某一个时间段内的结果来进行一个查看 那像类似于这种的场景 我们是用P处理 那因为P处理我们处理的时候 它是按照一个P次一个P次的这种来进行处理的吧 那好 那这个就是大致一个Streaming和Batch的区别